哈喽大家好,我是笨笨 相信大家已经看了小米的发布会 新品确实非常多,也非常吸引人 这次我们也第一时间拿到了小米最新款的路由器 AX9000 看型号相信大家就能猜到 这是目前小米最高端的路由器 总数率达到了9000兆 那么这款路由器到底值不值得买呢 我们来一起简单把玩一下 由于我们这次拿到的是送撤机型 所以包装方面和零售版可能有所不同 我们手上这台AX9000采用了一个铝镁合金收纳箱 箱子非常重点,非常结实 并且开箱还要用到钥匙 仪式感满满 自从小米推出第一代工程纪念版路由器后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小米如此重视路由器的包装了 打开箱子后是一份文件 里面是小米路由器写给媒体的一段新路里程 另外还有一些贴纸 在里面就是路由器本体的 整个机身非常大 也非常重 外观上这个路由器和小米以往的路由器 有着截然不同的造型 八边形的机身配合四组硕大的天线 有点宇宙飞船的感觉 天线一共有三种摆放方式 你可以根据摆放路由器的空间 将其调整至不同的状态 路由器的正面有两个指示灯 右边是Liset键 电源键以及电源插孔 左边是一个Mesh键以及一个USB接口 时隔一年小米路由器再一次把USB接口加回来了 你可以外接U盘或者移动硬盘 路由器背面是网线接口 四个千兆网口以及一个2.5G网口 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源接口没人和网线接口并列在一起 从而导致电源需要从右侧插路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观性 拆开天线后我们可以看到 每组天线里面实际上有三根天线 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 这样算下来天线一共有12根 作为小米的旗舰级路由器 AX9000的硬件达到了顶级水准 它使用了高通IPQ807R四核处理器 服务于双核NPU 再搭配1GB的LAN 256M的Long 跟主流旗舰ROG AX11000 网件AX11000配置基本相同 面对这样强大的配置 芯片的发热量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作为需要常年开机使用的设备 散热关乎到稳定性 AX9000采用了主动加被动的双层散热设计 通过拆机图我们可以看到 主板的上层有一个风扇 大面积的金属散热鳍片 还有两只专门设计的风道 主板的背面也有一大块金属散热板 两层散热夹住主板 让热量更快的发散 当然我还是建议大家 在设置一个路由器夜间自动重启 对稳定性的提升有很大的作用 路由器性能的主要指标是速率 AX9000顾名思义 其总速率达到了9000兆 这次小米路由器总共给了三个频段 其中有两个独立的5G频段 一个4×4AX160MHz的5G电竞频段 速率可以达到4804MHz 另一个是4×4AX80MHz的5G频段 速率为2402MHz 基本上你可以把AX9000看作是AX3600 和AX6000两个路由器的结合底 总之小米这次推出的AX9000路由器 产品规格直达天花板 配置相似的ROG或者网件的产品 都要三四千元 同样国产的TVLink也要2500左右 而小米的价格只要1299 非常给力 如果你正打算升级家里的WiFi 然后预算也在这个价位 那么不妨考虑一下它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认识了 因为收到产品的时间实在是有限 这里未能完成网速的实测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关注我们的后续评测